作詞 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异界 色界 色界 吾色界 然後到了 四空天再上去 就是阿羅漢 那再來就是 言解 再來是菩薩 再來是佛 其實也是依照這四個修行的這個程度 這樣子往上走 往上這樣子走 其中有一個讀解你比較不知道 這個言解 言解大家都不太了解 什麼叫言解 知道什麼叫言解的 請舉手 依照十二人一年 我告訴你 言解又叫做讀解 言解又叫做讀解 是這樣子的 在沒有活法的時候 會出現了這一種讀解跟言解 在佛法 佛還沒有降世以前 你能夠覺悟到的 就是言解 所以佛法結束了 末世已經結束了 沒有佛法 那個時候有人覺悟到了 那個也叫做言解 言解又叫做讀解的原因是 你是沒有老師 但是你智慧非常的高 你懂得三法印 四法印的道理 你自己解脫了 你不依佛陀而解脫 這個就是讀解 有個哪個地方沒有活法呢 非洲也許就沒有活法 非洲有很多國家 從來沒有聽過活法 你說歐洲人 或者美國的白人 他一輩子從出生一直到死 從來沒有聽過佛法呢 還是很多啊 他說他們怎麼辦呢 這些人怎麼辦 這是靠自己的智慧去覺悟 那一種的覺悟叫做四聖界裡面的獨覺 也就是言解 那是智慧很高的人才能辦得到 一般人是辦不到的 所以今天我們正在有佛法的世界 了解了佛法 那個緣分是非常好的緣分 沒有佛陀這個老師來教導我們 那你能夠覺悟 那個是智慧是超強的 那個就是叫做緣解 叫獨覺 這個要跟大家講一下 讓你印象很深刻 阿羅漢大家都知道 你已經離開了 斷掉了所有的五欲 五個欲望 你全部通通斷除 你就是阿羅漢 所有的欲望 你全部斷除 當然是所有的這些 通通都沒有 欲望 全部斷除 已經解脫了 他就是阿羅漢 那菩薩呢 他已經把五種欲望全部解脫了 他要把解脫的方法再來教所有的眾生 這個就是菩薩 等到你已經覺悟了 你自己本身覺悟了 而且呢 你也度化眾生 到了覺悟跟行為全部延滿 覺醒都延滿 這個就是佛 所以把這個世聖界講給大家聽 阿羅漢已經斷除五義 就是阿羅漢 再上句 就是獨覺 你一樣的知道了佛的道理 你沒有經 佛不是你的老師 他沒有教你 你自己覺悟道理 這個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潭極盡 諸受戒 你能夠解脫了這些 你就是獨覺 再來一個菩薩 自己覺悟了 趕快去救眾生 把自己身 心 全部為了眾生的解脫 你不捨自 你已經捨掉自己的眾生 不是 捨掉自己的身跟心 捨掉 這個就是菩薩 再上七年 就是佛 他已經研滿 菩薩 研滿了一切 就是 變成覺悟的佛